在伦理里面,老师、学生、家长这三个集合起来 每个学校里面,学生像学生,家长像家长,老师像老师,而各尽本分 学生的工作就是念书 学生在念书的时候也难免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我们也常常在报上看到有一些学生因为学业上不顺利而自杀 您是非常的令人外习 您在这方面,佛法的智慧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让我们来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您在这方面,师父觉得佛法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 有的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夫妻 父母的观念或者是亲友的观念 甚至于老师对学生也会这样子 这个学生好,希望他能够为修校里面或者是为这个班上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光荣 那么这个从各方面给他们的一种 一种过分的鼓励,过分的期待在孩子们传不过气来 另外呢,这个孩子们呢,子弟对于未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未来的前途是什么,不清楚 而且对他子弟的能力也不大清楚 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学生呢 在某几门,某几门修门这个课程呢 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课程,科目啊,是不行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长,有他的所短 我们的,不要夸张子弟的缺点啊,应该呢,重视去啊,发挥自己的优点 那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自己的,对这个修生自己本身来讲呢 不需要受到父母的一种勉励啊,期待啊,或者老师的期待啊 最好是自己知道自己是最好的 是,因为我觉得有的学生啊,也是自我要求很高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那常常有时候,一门考试考得不好,自己就非常的难过 好像觉得世界末日了 可是现在再看起来觉得说,哎呀,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 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长远一点的眼光来看的话 或许就不会觉得这个困难这么大了 这是由,这种问题是普遍的存在的 是 我在美国,美国这个教育已经是非常的这个 自由开放 自由开放的 可是我美国呢,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儿子啊,是正在做艺术院的 他的,他的任何一个课目多很好,就是一项课目,画画不会画 他对艺术院呢,需要画的 哦,还是要画 画解剖图 画图,还是要画 可是呢,他拿起来画图就是很糟糕的 但是呢,所有的课目都很好 就是这个课啊 这个课并不是很重要的课 可是呢 这个老师对他们,对他来讲 所以一定是任何一课都很好,就这一课,要好好地加用心了,要好好地学习,要练习 那么这个,这个学生就是觉得很自卑 就这么一个,因为画画不会画,画得不好,从小就讨厌画画的 那么这个小孩子就问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能够毕业就好,你只要能够将来能够做艺术就好,你画得之后画不好,你就画几个就好,你画得有一点像,样子有点像就好 我说你这个不要这么痛苦 他说,我样样课都很好,我在学校里都应该是名利前茂的 可是呢,就是因为画画这个课不好呢,我的名字就往后退,不是有什么关系 往后退,你在学校里的,现在就是因为画画的名字往后 你讲到,在这一你做医生的时候,你是个挂挂脚的好医生 我讲你那个时候,你这个好医生就好,你这个现在的名字是低级低级,没有关系啦 他听了以后很媳妇,很高兴 我讲这样的例子,我想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学生呢,年轻的人,就像陈小姐你所说的,这个那一门好像差一点,或者是不及格 你觉得是非常痛苦,没有必要 你痛苦也没有用 那就是因为你所长所,这个所短呢,没办法平衡嘛 全部平衡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把一个小小的这个得失看得太重 对啊 那么对于这个做父母或者师长来说,那么对这些学生在课业上遭到困境的学生,应该怎么帮助他们 还有我们就说,年轻人在职场上也常常会碰到困境 那么这时候他们的长辈可以怎么样的来协助他们 长辈应该休息我的这样的态度 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就到什么程度 不要啊,所以忘之成龙,忘女成凤啊 太运气了,是错误的 应该呢,就是说我的孩子啊,只要自己努力就好 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得到什么贼益,多欢喜 现在的起步点上不要说,啊你都要在起步点上跑,快跌倒了 或者说每一步你都要跑到人家的前面 每一步都要跑到人家前面,这个不公平啊 是,这个没,那其他的人都要往前面跑怎么办啊 这种我的孩子跑第一,不准人家的孩子跑第一 这个人太自私了吧 是,那对这个孩子来讲也不公平 是,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 人生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所以一时小小的得失,不必太记挂于心 只要努力向前,终于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人生的过程 在中国的工商社会中,很多做父母的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因而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 渐渐的孩子们开始逃学,逃家 有的干脆就休学不读书了 面对这样的学生 法谷山曾经跟台北县政府合办了给逃学学生的成长营 那么这种成长营对逃学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让我们请教圣言法师 这个逃学学生的成长营是不是成长他们逃学 不是,而是帮助他们在心智上面,在观念上面能够改善 而这些逃学的学生因缘蛮多的 也可以说有很多种因素,不是那么单纯的 有的呢,他是从小就是不喜欢读书的 对读书啊,就是没有兴趣 像我的家里的大哥啊,他从小就不想读书 你要他读书啊,你要他的命呢 就是不喜欢读书的 那么现在有一些孩子们呢,就是不喜欢读书 这什么原因呢,是父母的遗传吗 不是耶 而他在心理上恐惧读书 还有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讲大概是父母,大概是仪仗 他不想读书,不能读书 就做其他的事嘛,不一定要读书嘛 非读书不可 但是啊,在这个基本的一个小学啊,初中啊 就是过中的这个程度啊,孩子们应该要完成的 其实完成过敏教育是非常容易的 要更进一步的好好读书是不容易的 现在的问题,在我们台湾呢 小学生有逃学,中学生,就是过敏中学的过中生有逃学 这里头的问题啊,有的是父母照顾的不够周到 有的呢,的确是他们心里面的问题 还有呢,这个同学们的彼此之间的相处啊,不能和群 这可能呢,再加上啊,自己读书的时候啊,都不过人家 每次考试都不如人 但是呢,凡是逃学的这些学生呢 体力都很好,头脑并不是笨 而,就是说发展啊,这方向是弄错了的 在其他的方面呢,他慢慢能干的 要不然他逃学不知道他逃哪去了呢 他没地方去的了 能够逃学,离家,而还能够啊,还能够过下来的 哎,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能力的 我们来试作,来办的这样子的成长人呢 也就是逃学青少年的成长人 我们辅导他们 辅导他究竟有用吗 有用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不知道 为之说 但是一定完全没有用吧 不会 因为我们的辅导啊 用的方式跟学校不一样 就是啊,他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给他们温暖 我们给他们呢 让他们仔细的发挥 让他们仔细说话 让他们仔细操作 让他们仔细啊,意愿要怎么样 除了犯罪以外 都可以商量 那用这种方式来照顾这些孩子 陪着这些孩子啊,跟他们共同生活 让这些孩子们呢,又自己啊 发挥他们自己的想法的空间 和啊,发挥他们的长才的空间 这个样子是尊重他们 以尊重他们来啊 代替啊 就管教他们 现在如果像对这些孩子们呢 不是你要训他的 你训他 你骂他 那是没办法的 像这种孩子们呢 所以说叛逆性非常强 这个叛逆性 这个名词用的背景恰当的啊 他就是心里边不满意啊 所以他才会最抗拒啊 你不一定要叫他叛逆啊 不满意的原因 所以你给他的东西他不需要 需要给他的东西他不愿意接受 他不能接受 不想接受 因此我们叫他叛逆 如果我们的社会环境 或者是我们的学校的环境啊 能够对这样子的孩子们呢 给他们一种特殊的环境给他们 给他们辅导 给他们成长 我相信呢 这些孩子们还会啊 道路正规 进入社会 奉献他们自己的啊 智慧啊 或奉献他们的啊 才能的 因此我们在台湾 也渐渐地啊 有这种啊 特殊教育啊 在研讨 将来会有特殊教育的设施 那我们寺院 我们的宗教团体呢 现在目前这样子做啊 这是帮助我们的社会 也可以将来 可以说帮助我们的教育机构 将来可以得到一份参考的资料 究竟对于这一些特殊的学生的辅导 是用什么方式 如何的把他们带到 带入整轨 带入啊 正常的社会 这是我们呢 正在努力 现在刚刚开始 我们也在学习中 究竟会产生多大的效果 我们呢 不敢说 但是我们尽力而为 做一个现代的父母 应该如何管教子女 才不会害了孩子 又危害社会呢 让我们恭喜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如果是从啊 复法的观点来看啊 人 基本上 都是啊 能够成佛的 能够成为菩萨的 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他当成菩萨 来迎接的 也就是说 直接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是啊 来了一顿菩萨 是来帮助我们的 是来呢 使我们的父母能够成长的 是啊 使得父母们呢 修行对 修行什么 修行有智慧 修行有福报 那么如何的教导孩子 抚养孩子 再就是要智慧 父母是在啊 不断的成长之中 直接增加了智慧 而把孩子带大 所以从小 把孩子带大 是非常啊 那一桩啊 大事 一个大功腾 这要花到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 才能把一个孩子啊 带大 成为一个真正的呀 所谓菩萨 一个菩萨是啊 在我们人间的菩萨 要雕嘛 所以雕啊 树啊 磕啊 那 都是要花功夫的 一尊菩萨 一尊 一尊佛像 都是要巧向 就是啊 很有智慧的 高明的 这个 树匠 或者是呢 巧匠 他能够把它 雕成啊 一桩 让我们 看得来 起恭敬心 那么让许多的人 认为这个是一个 高级的艺术品 而我是这个 比喻呢 就是对于啊 一尊佛像的完成 或者是对于这 菩萨像的完成啊 是啊 要 要训练的 训练自己 来把 这个 这像 雕起来 还有呢 所以一尊菩萨 就完成 一个人 就是把他当菩萨 来看 菩萨是一个 凡夫 慢慢的把他 这个 熏陶 训练 成为一个 菩萨 那 一定啊 要经过啊 花很多的心血 在里头 使得 孩子们呢 渐渐的成长 就像一个 菩萨一样 说 我要 恕你 像一尊菩萨 把你 苏成一尊菩萨 我把你 当成一尊菩萨 来把你 苏成一尊菩萨 而你本来 就是一尊菩萨 可是呢 还没有苏成功 还没叼起来 现在我要把你 叼起来 所以做父母的人呢 一定要有 这样子的 一种啊 心里的 认识 那 才能够把孩子啊 真正的 这个 用种种的 方式 来啊 教养孩子 培养孩子 辅导孩子 所以宁爱孩子 对不对呢 宁爱孩子啊 等于是 把 一块啊 非常好的 玉 瓷 或者是 一块啊 一段啊 非常好的呀 木材 贵重的木材 应该 可以叼成 这个被人家败的 一个 浮像 菩萨像的 结果把他 劈的 做什么 做柴火烧了 或者是呢 把一块 玉石啊 去 去 做出墙角 去垫墙角去了 或者是 打碎了以后啊 变成了 山河土里边的 那个 十指十块去了 再来多可惜啊 不要糟蹋了 这个 好材料 所以是呢 要 就是 慢工 出细货 精掉 细足 才能够 把一个孩子 能够培养成为啊 在社会上 有用的人 你家庭里边呢 能够 使得 他 变成你们 家庭里边呢 争取光荣的 一位啊 成员 如果 孩子将来 长大了以后啊 不能够成才 而是危害社会的 报纸上 常常看到 你的儿子的名字 然后再问 他的爸爸是谁 就是你 他的妈妈是谁 是你 你看看 你把孩子 拟爱到这样的 程度的话 究竟是害了谁 害了自己 也害了孩子 也害了社会 所以是 父母啊 要对孩子的 这个言行举止 要小心 要留意 要规劝 要规范 要劝稿 要教导 不能够啊 说 哦 孩子偷人家东西了 你还要 这个 袒护孩子 还要跟人家吵架 当然了 孩子偷人家东西 是很不灭 很不灭 很没有面子的事 那自己呢 要说对不起 然后呢 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啊 好好地跟他讲 你 多打他 打死他 也没用 但是呢 好好地跟他讲 要 要给他一点的处罚 处罚是 什么样的处罚 这个处罚 不是要叫他 上市自尊心的 也不是叫他呢 能够身体上受到伤害的 那这种处罚 办法慢多的 那个 如果完全没有处罚 而是说 袒护他护短 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啊 很麻烦 那可能常常看到报纸上 有他的名字 你的名字也会出现 而且不至于此地出现 孙志悦 你不断地要到监牢里边 看守所去看他 这个时候 你悔恨 已经来不及了 阿弥陀佛